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巧克白 上次呢 我们说好 就这一集要来弄村民的事对不对 我每次都说我下一集要干嘛 结果都没做 结果果然被流言了 好多食言 所以这次我们就真的要来做村民的事 等一下哦 这个村民啊 他在1.8之后就有大幅度的更新 就是要生村民已经没有这么容易了 就多了一些小小的机制 那我看一下哦 就我看一下从哪里说起 首先当然就是这个啦 大家都有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最大 就是咖啡色的村民他可以 他可以像这种 好好的他就会把他 长好的他就会把他打掉收割 然后再把他种回去 诶快点啊你过来啊 哦不管了啦 可是他就是会就对了 然后 诶是因为很多僵尸的关系吗 诶对说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好奇怪啊 我做两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 那他们离僵尸太近 然后就碰到 然后就 就全灭 可是 可是 为什么他可以进来 我真的搞不懂诶 而且 已经不止一次了 而且 我就在那边守株待兔 他真的咚就直接跳进去诶 这样咚就跳进去 真是奇怪 好呗 那 我想想齁 反正我就今天就是要来 想办法生这个村民 嗯 好的我回来了 没错 我刚刚其实录了一小段东西啊 就是要说一些这些原理啊什么的 可是我发现那太长了 花的时间很长啦 可能会超过一集 所以我就觉得 不如我就把那个东西 另外放一个影片好了 那这边呢 我就单纯的介绍一些 比较简单的 呃就是会用到的 然后比较 比较 比较简单的吧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话 就去看 那个村民 村民繁殖的那影片咯 好那 这边会介绍到就是啊 呃村民 要让村民生 小村民的话 呃 其实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让他们想生 第二个条件 就是让他们 呃有空间生 好不好 还蛮简单的 那让他想生的方式呢 就是 跟他们交易 每次他每次进行 喔喔喔喔喔 欸这我有开这么多次了 跟他们 跟他们交易 每一次的交易啊 嗯 都有20%的几率 20%的几率 让他们进入想生的状态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就是 就是像这样 咚咚咚咚 丢他们 丢食物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捡走 对吧对吧 你有捡走吧 好我没捡到 那就是捡走了 就丢食物给 丢食物给他们 那能丢的东西呢 呃他们会捡的东西 除了 除了 小麦还有种子之外 还有 面包 还有红萝卜 还有马铃薯 但是如果要让他们生的话 要喂他们吃的东西 只有 面包 三个面包 或是12个马铃薯 或是12个红萝卜 只要他们捡走 然后他们 就可以 就会进入那个想生的状态咯 所以啦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 呃 可以让他们 自动生小村民的一个机制的话 就像这样 放一片田 欸干嘛 该不会生了吧 你为什么一直看地上 反正就是他们像这样 想他们让他们生 呃 让他们有一片他们自己的田 然后其中啊 只要有 任何一只咖啡色的村民 这里到底有什么 你在干什么啊 其中任何一只咖啡色的村民 他们就会像这样 收割 然后把它种回去 所以他们身上一定有小麦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种的是 红萝卜 或是马铃薯田的话 他们身上就会有红萝卜 或马铃薯啦 所以他们只要到达 呃他们的身上 只要到达一定的那个 一定的 作物的那个量 就是 小麦和红萝卜 和马铃薯的量 只要到达一定之后 他们就像这样 嗯 懂看看西看看 然后看谁 看起来很饿 就身上没东西的 就是 他们就会把自己身上的那个 农作物丢一半给对方 所以呢 只要有一只咖啡色的村民 再加一片田给他 然后他就会负责 把自己的人全部都喂饱 所以这里现在所有的人 我想应该都已经进入了 那个 第一个条件都已经满足了 就是那响声的状态 反正就是在1.8的更新之后 他们这些村民 他们身上 他们身上都有八个空间 就八个 一个包包里面有八个空间 然后只要他们的空间里面 任何一格 有三个面包 或是12个马冰鼠 或是12个红萝卜 那就满足了 第一个条件咯 哎他收割了 收割了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满足了 他们就进入响声的状态 但是呢 如果你有打那个防暴指令的话 或者包括伺服器哦 如果有使用防暴那个指令 插件不算 就是那个指令 如果有使用那个防暴指令的话 那他们就不会剪东西咯 所以就一定只能靠 只能靠那啥 交易 只能靠交易了 好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超容易满足啦 像这样就可以了 他们就进入响声的状态了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让他们 嗯 有 就想要声 不是 有空间让他声 可是这个空间呢 当然不是像这个 就是物理性的空间啊 不是指的 指的不是这个 而是 嗯 那个叫做 心灵的小角落 大概是这个概念 简而言之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家 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觉得被爱 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声了 是不是超棒的 可是 大家盖的家都长得不一样啊 对不对 像年能盖的家就这么OP 那麦快到底怎么知道 我现在盖的是不是家呢 他其实是认门的啦 麦快 这个游戏他都是认门 他们认的方式呢 是只要这一扇门啊 他可以在门的前后 如果他可以隔出 室内和室外的话 那这扇门 他就会被当作一个房子 这样 就是有这扇门就被当作有效的门 那要怎么分辨室内和室外呢 比如说像这样 这扇门 我就放在这边的话 他当然就没有 没有办法分出室内和室外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嗯 分的方式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方块这里 我先放一扇门 想这样 那那一块 游戏就会去侦测 这扇门的前后五格之内 晒到太阳的格子树 是直射喔 直射 一定要抬头看到天空才行 然后 一二三四五 好到这里 没有泥土了 一二三四五 好到这里 那这一格不算 这一格是放门的那一格 好 在前后五格里面啊 直接照到太阳的格子树 比较多的那一边 他就会被当作室外 比如说像这边 五格都可以照到太阳 对不对 那这边 诶都我想想喔 嘿 喔喔喔喔 怎么会放这儿 好那就这吧 不行啦 我是要放门上面 看一下喔 嘿 嘿 欸居然 嘿 欸居然 好 只好这样了 啾 OK 像这样 呃 这边五格都可以晒到太阳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我想想 这样这样好了 好 像这样的话 这两格就被挡住了 这两格直接抬头 是没有办法看到天空的 他没有办法直射太阳 不是 没有办法被太阳直射 所以这边只有三格喔 所以麦块就会发现 诶 这边有五格 这边有三格 那这边就一定是室外啦 这样 所以麦块 这个游戏 其实笨笨的 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下 尽管这边看起来不像房子 可是因为麦块觉得 这边是室外 这边是室内 所以他就会觉得 啊这扇门一定就是房子啦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扇门它现在就是有效的门咯 那村民啊 他们现在就觉得 啊 这里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家 但是这样还不够 一扇门 我这里有几个人啊 好像有十一个吧 一扇门一个房子装十一个人 怎么想都不会觉得被爱 对不对 根本超拥挤 所以呢 呃 门的数量必须要到达一定的 就是 它有一个数量的那个计算啦 那关于 关于那个计算我这边就 不介绍了 就是请到那个咯 请到另外一个影片去看 那 呃 所以呢 要制作一扇 有效的门啊 让麦块当作 这里是一个房子的门 其实像这样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吧 比如说这扇门 它这边有五个可以晒太阳 这边只有 这个就不能晒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5比4 所以这扇门 它现在就是有效的门咯 所以麦块就觉得 这里是个房子了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要用到的 应该就只有这样了 所以呢 呃 我们就先把自己 垫的高高的 我想想好 我想想好 把自己垫高个 其实六格就可以了 但是我六格总是失败 所以我超级不建议六格啊 六 七 八 九 十 其实我自己都是默默的垫高 十格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十格的这里啊 像这样放一个平台 然后把刚才那个有效的门放在上面 嗯 我想想要放多大 这样好了 那为什么要有鹅卵石呢 因为它够丑 意思就是说 我不可能把这些东西永远的放着 我一定会想要改善它 所以它看起来 是非常良好的建材啊 呃 非常良好的素材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放两个方块 然后用门把它包住 所以呢 这六扇门它都是有效的门咯 所以它这里就是有 呃 麦快就会觉得 麦快就会觉得 麦快就会觉得这里有 六间房子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下去了 我们要 哦 对对对对对 现在啦 现在应该还不会被视为房子 因为麦快觉得 这里又没有人 没有人怎么会是个 怎么会是房子呢 怎么会是村子呢 所以啦 除了有效的门之外 我们这里还要想办法放一只村民 好 放在这个空间 这边 好不好 那我们就把村民运上来 如果 如果有村民 然后又有有效的门的话 麦快就会觉得 啊这里就是个村子 没错 好 我们就把它运上来吧 我看看我已经有准备了 现在我们就用铁轨吧 OK OK 呃 我把这个做好了 这个这个先看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铁轨 然后它就会直接通到刚才 我们那个小栅栏里面 那我们今天呢 就 随便 随便 推一只村民上去吧 去启动那个 上面那个村子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呃 谁看起来比较用不到啊 嗯 一定不是咖啡色 咖啡色太重要了 神职人员喔 好啦 随便啦 反正到处还会再生嘛 啊我知道了 我就把门打开 然后看谁自己跑出去就好了 欸有门欸 大家不是最喜欢 有了 要出去了吗 好就是你了 你看起来就很想出去啊 好 然后呢 我就把它关在那个洞洞里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洞洞里 然后就不会跑出来 然后就把它送上去 GO 居然 喔有了有了有了 去 呦 然后就上去啦 赶快上去看一下 好 就是这样了 然后把这个关起来 OK 那你就待在这吧 然后这里要插量 不可以生怪 有了有了有了 我有差 好那所以呢 就是在下面那个田上面啊 装一个平台 然后上面放六扇有效的门 加一位村民 这样它就可以一直伸 一直伸 不断的伸了 我们看一下 欸开始了开始了 超极快 那当然它现在还有一些小瑕疵 就是说 嗯 他们要 他们刚才有冒爱心 对不对 他们要冒爱心的条件 一定要两个人先互看 像我跟他一样 现在人家互看 然后我们就会冒爱心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互看 所以呢可能是 呃 那一 这两个嘛 假设是这两个 呃不要 这两个 这两个的其中这个在冒爱心 然后这两个 呃呃呃 这两个 这两个他们也在互看 所以呢可能是 这一对的一个在冒爱心 这一对的一个在冒爱心 那这样他们就没办法生 他们一定要两个都进入冒爱心模式 他们才会生 所以呢 呃 现在的瑕疵就是 我没有办法控制 他们两个谁互看 然后谁去冒爱心这样 那那个 其实我 我有想到一个小机关啦 我们现在一起再来做 把他们分门别累一下吧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想我们就 就放在这边 让他们生就好 我想要先生一大堆的小村民 那刚才我有提到 这个机制对不对 这个机制他其实 就我刚才那样 他是会停摆的 像这样你看 有一大 他有人丢东西了 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们会把 这个他会把大家都喂饱 好啦 那这个机制停摆的原因呢 是因为 大家都已经饱了 然后他 刚才我说过 这个小咖 小咖他要去看谁 谁剩上的东西 比小咖自己还要少 他才会去分 他才会分给别人一半 哦 生出来了 好可爱 如果大家都饱饱的话 那他就不会分啦 那既然他如果 小咖自己身上又是满满的 那他就不会 不会那个了 不会收割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生一些小村民出来 然后 小咖就会重新去喂 重新去喂他们 然后 就这样啦 就会重新收割这个田 那就重新启动了 好啦 反正就这样有新的村民进来 这个农田这个 就会重新再被收割 OKOKOK 那我们去到这边 先让他生一些小村民吧 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白袍 我需要大量的这个 图书管理员 OKOK 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那这个呢 如果确定他会生之后 这个铁轨 我就想要把它拆掉 不然 僵尸会沿着这个铁轨跑上来 可以呢 我就把它拆一拆 那我以后啊 可能把这个机制稍微改一下 不然这样太危险了 就是这个村民 整个 整个 这样露天的其实不太好 反正我现在就只是想要让他 赶快升一升而已嘛 对不对 那下一次我就把这个机制 全部把它改进一下 先求有再求好 是不是这样耍 没事吧 OKOK 那我们就 那没事 好 那就先这样 我先把这个 小村民给繁衍一下 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 刚才生出来是哪一只啊 在哪里 在那里 他好像是 白色的 白色的维多多 那应该是屠夫吧 屠夫 呃 好不管了 反正我们上来放在这里稍微升一下吧 肚子饿 去个肉 不要我要吃面包 OK 我回来咯 我跟你们说 刚才啊我大概等 等五分钟可以吧 可能还不到 呃 然后就 你看小孩大暴走耶 一二三 四 四 五五五个小孩 最后一个 呃 再喂了再喂了 啊我刚刚忘记说到 就是 呃 比如说这个人啊 他身上有三个 呃 好吵喔 怎么可以这么吵 呃 可是我现在突然调声音会不会那个啊 呃 有好生物 应该是这个吧 叮叮叮 喔有有比较小声 Good 呃 就是啊如果他身上的那个食物的量 呃 足够让他进入 就是让他 呃 有想要生的话 那一旦他生了 他的食物就会被扣掉相对应的数量 比如说 他身上现在有五个面包好了 那他就会想要生嘛 那只要一生之后 他就被扣三个面包 就剩两个面包这样 所以呢 一旦生出小村民之后啊 就不但有多的人 多了新的人口 想要 想要喂食 想要被喂食 那他他的那个身上的包包也会 食物也会被扣掉 所以这个 这个 这片田就会重新被启动 因为他就会继续开始疯狂的喂 这里到底有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看 好奇怪哦 到底有什么啊 是这一格吗 谢谢 所以啦我们就再稍微等一下吧 我希望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村民 然后 然后 还有一件事就是 这个田其实露天不太好 就是空空的 因为万一雷劈一下 他就会变成女巫欸 嗯 这样好像不是很优 待会啊 我们找个时间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田 把它地下化好了 那 上面这个啊 因为他要成为有效的门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美地地地下化 就一定会有几个 是要放个玻璃什么的 让阳光直射 这样 呃 哦 对对对对 我突然想到了 我知道为什么僵尸可以进去咯 僵尸 这AI IA 人工智慧 IA AI AI啦 OK 那AI真的超级聪明的欸 你看 从这里耶 这里也能发现 就有一只小僵尸 就这样 咚咚就跳上去 就沿着树叶往那边走 然后就从这里走出来 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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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为什么那个 降降降降降降 到这里 然后咻 蹦 跳下来 他就刚好卡在这洞里 万一他哪一天啊 没有掉到这个洞里 而是掉到这个栏杆上 然后就咻咻咻咻 咚就跳进去了欸 超恐怖的 所以这树叶真的不能在这 这样好了 这个再打掉 居然这样也有树苗 姐姐 这个打掉 这太恐怖了 好 所以我们就早一天啊 把这个 这个 农田地下画 然后把上面那个 放低一点点 不然这样的话 我好不安心啊 然后呢 嗯 上一集啊 有人留言说 嗯 我好像没有带你们看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是那个叫什么塔 我想不起名字了 猪人塔 猪人塔的那个效率 带你们去看一下 效率真的爆高 超级高 超级高 OK 就是这边了 给你们看到 一二三打啦打开 超多的吧 而且很意外的 它有 它有这个 这什么 墨囊 因为上面有水嘛 所以那个鱼啊 那什么 乌贼 乌贼就会不小心掉下来 然后就死 然后就得到墨囊了 刚好耶太棒了 而且我跟你说 其实不是这些 其实不是这些 一二三 Did you see that? 超多的吧 超多 喔对 这个会有鸡肉 会有鸡肉是 那个有骑着鸡的小僵尸珠 然后他们就从上面掉下来 欸不过我记得 小僵尸珠那个鸡啊 他们骑着鸡的话 是可以慢慢飘下来的耶 我记得我有手动打死几只啦 可是有这么多只吗 怎么没印象 然后改天我们再抓一只 那个僵尸鸡 不是僵尸鸡啦 说什么 猪人鸡 不是猪人鸡啊 骑着鸡的猪人 我把它关在这里面 然后命名 把它养起来 好不好 那我们就 这个我以早就会探险一下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 带你们去看 就是这个啦 小麦塔 我要先备份一下地图 等我一下喔 OK 好了 我备份好了 等我一下下 我先把这个作弊打开 我要变一下模式 好 OK 然后把东西全部消掉 搞定 就是这个啊 就是我最后 不是把它改成 可以自动的全部都掉到下面去嘛 就收割之后 走开 就这样 就是有人留言说 为什么它会掉下去呢 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啦 我这里是做成这样 就是这里是放水 我的这个水啊 这个水 它流下来的时候 它刚好可以流到 就刚好把 就刚好流到这里就对了 所以东西就从这里这样掉下去 然后我这里就做成 这个水是必须的嘛 因为这个 田要湿润 所以这个水是必须的 然后我就在水下面放 那个打开的栅栏门 啊 怎么变另外一边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不允许 这是备份地图 我不这么care干嘛 然后他们就从这边掉下去啦 然后每一层都一样喔 这样 下去 每一层都一样 所以那个水打开之后啊 它就会这样 咻从这里掉下去 拿个东西来试试看好了 丢 对就像这样 就一直掉下去咯 就掉到最下面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安德 我把它移动它的时候啊 重盖它的时候啊 顺便把它修改过了 就是现在变成日光感应嘛 对不对 打开一下 等一下 从它下去比较好 这里 是长这样的 这边 我的阳光感测器装在这边 然后上面因为铺了地毯 所以看不出来 这边 这一格 然后它这边 呃就长这样 阳光感测器下来 然后就会把这边 呃 反正阳光感测器 一有讯号的话 一百天的话 这里就会输入讯号 然后把火把全部弄灭 就这样 然后 那个 线路延伸下去的方式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大堆的 红石火把这样 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样流下去 然后这边就是草地 所以它可以点亮草地上面的 红石灯 下面还有吗 我记得好像没有了 没有了吧 那我们从这里出去吧 就到这边咯 应该没有其他地方有红石灯了吧 我不记得有 这里有吗 我记得这里好像也有啊 在哪里 在哪里 诶我这里反而没装置吗 好不然我从刚才说 忘记装这里的了 好 散了 那还有什么 嗯没有了 好像就这样吧 那 我就切回去原本的地图咯 当然 回来咯 诶我刚被问的时候是晚上吗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好的 那我们这一集呢 应该就到这边吧 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想想 反正我们下一集啊 就 怎么这么远 哦终于到了 这样也能饿 好饿哦 然后如果看了想要在单机 或是在伺服器里面 也盖一个这个 生小村民的机制的话 拜托拜托拜托 这样是不够的 一定要做一个 把这个停止下来的机制哦 这样的话它才不会爆神 永远神不停 所以呢 嗯 下一集啊 我们会来做一个 做一个方式 让它停下来 好吧 就不可以放任这样子 让它无限神 嗯 我也是在伺服器里面就放着 然后放一个晚上 结果就生了一千两百多只 然后整个伺服器就进不去了 所以不可以这样哦 所以我们下一集 就来做一个新的机制 让它可以关掉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地下化 然后 我应该会再想一个新的系统 去让它 嗯 就加速它的繁殖啦 加速它 繁殖 嗯 我应该会想要再想一些机制 所以呢 就期待一下咯 等我哦 然后 嗯 那 这集就到这里咯 我是小可白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